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都亮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用暗号变成今天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哈喽大家好 很久不见了 因为最近比较忙一点 所以说差不多也快要一个月了 都没有上传视频 现在的这一期的话 我是打算教大家布话 之前的所介绍的那些视频的话 大家有机会的有时间的话 去看一下 对以后 学习 就是在之后的教学中 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今天的话呢 是最基础的一个捷克 就是从布华 布华 其实呢 在很多人认为说 哎这个布华 怎么说呢 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很重要 其实呢 布华在 在那个 打架啊或者 这个格斗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每一个都是重要 但是就要看你总体的这个配合 总体配合好的话 那这样的效果呢就非常的不一样 那布华的话 大家 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我先那个介绍一下这个远程 远程的话 是近距离格斗的 所以说的他的布华的比较简单 那今天的话呢 我就先分享一些近距离的近距离的近距离格斗的远程 这个近距离格斗的一些布华 呃 今天的话我先教这个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陪伴我一路前行 这边的话是正前牙马 呃远程是应该说是二字前牙马 但是啊 反正名字这个 说的太长的话也很难记着 就前牙马 这比较好记一点 那我自己也也是一样的 学到东西之后呢 我就把它 改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或者是容易记的 啊 很多 呃名字的话 也有有有有有有的是 七七八八乖乖乖的 我 我就听起来 我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所以说我就把它改成这样 啊 现在 我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前洋装呢 我今天最重点的话 前洋装我叫 我就是正前洋装 当你正面对着 呃 或者对视的时候 预备视的时候 可以做正前洋装 那还有一种的话 可以做 呃左右的 左跟右 左正前洋装 跟右正前洋装 那首饰的话 是这样的 呃我以前有 有讲过 是这样转 那也可以 这样转也可以 当然 首饰的话 个人喜欢 喜好 那有的人的话 是以 以这个摊手 做这个预备视 那 这个的话 我就以后再 再 介绍 这种 预备视的时候 你喜欢 用哪一种的 对敌之事 这个是以个人的 自己的喜好 就像我当初学的时候 呃 老师教我 你喜欢 呃 哪一种手法 对敌 啊 我说我 也没有什么固定 他就是想问我 你说 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手势 对敌 或者做预备视 当然大家看到有很多的那些 远程那些 呃 片子 电影片呢 有的愿意这个 啊 绑手 这种绑手做 预备视 啊 还有好多种 有的人用问手 其实呢 贪手 跟问手 是差不多的 贪手是这样的 那问手呢 变成直直的这样 这叫做问手 这叫问手 呃 这叫贪手 有的人喜欢用这个 绑手 做那个对敌之事 呃 呃这是远程这个 最常见的这三种 三种对敌之事 那 我在以后啊 还会介绍 当讲讲完这个布华之后 我会 介绍一些 对敌之事 俗话 来供大家的参考 当然我 在这之前都说了 都是以你个人的自己的喜好 跟自己的特长 来决定你自己的对敌之事 这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一些的 呃 支持和 分享我自己的一些 呃 你练什么的 来分享给大家 那现在的话 我先做一下 振前牙马 很多东西看似简单 但是学起来的话 你自己要 掌握好 呃 可能 可能还要再写一点 OK 那 手的姿势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过的是这种 OK 振前牙马 这是 90度 你看 90度 90度的脚 这是90度的脚 所以说 两脚是90度 与肩同宽就好 或者 瘦一点点也可以 那我个人就喜欢是60到70 我等一下会有一个视频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60度跟70度 我个人是喜欢60到70 这样一个振前牙马 这个蹲下来的话 众星是在这个膝盖上面 众星是在这里 众星是在这里 整个身子好像有一种沉下去 脚好像伸的羹一样 这样 这样整个人变成很有张力 是张住的张 整个人会沉下去 会变成自己变成很沉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很牢固的那种感觉吧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 中文这个表达的不好 这就是正前牙马 正前牙马 但是 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不要超过脚尖 不要超过脚尖这里 就这样 这叫做正前牙马 OK 那 这就是正前牙马 当你对敌的时候 当然平常你可以 在这个 换松的脚步 当你突然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开始对敌的时候 你马上这个脚 两边往里面扣 内扣 内扣到60到70 你只要看我那个视频 就知道 90度 90度的时候 这个脚 你转进来 我会那个 在另外一个视频 我会介绍 当然 就是说 平常这个脚都是换松的 都是换松的状态 当你开始 做预备式的时候 马上就变成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对敌之势 这叫做正前牙马 那我就接下来再讲 那接下来以此类推 就比较简单一点 这边是左 左 左前牙马 我在之前可能有介绍过 那个拍手的时候 就是说拍的时候 你以这个角度一下 就是更顺畅一点 卸 把对方的力给卸掉 右前牙马 右前牙马 OK 这就是我讲的 今天就交这两个 就这个马步有分 左 右 跟那个正前牙马 OK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这个平面 这里是一个90度 OK 我们那个角就在这里 就是 那转到这里的话 转到这里的话 变成45度 45度 我不推荐大家 马步是很牢固 但是很不灵活 所以说呢 我推荐60到70 这是90度 这是90度 对吧 我怕 一些同学 一些朋友不知道 所以说 这就是95度 转到这里 变成45度了 那就转到这里 六七十是最好的 六七十比较灵活 脚步比较灵活一点 这就是我推荐大家的 六六六十到七十之间 这里是90 OK 希望大家要看得明白 OK 展示完这个正前牙马 跟左正前牙马 跟那个右正前牙马之后 在两脚不动的 在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不动的情况下 做一些移动 移动来 来帮助自己 本身这个 刚才说的 卸 所以说 把对方的这个力 给卸掉 当然你用这个手 去卸 就非常的吃力 那通过这个肩 腰 跨 的转动 跟脚的转动 这样就可以把对方 这个 打过来这个力 给卸掉 所以说 这也是一种 小小的不滑 那怎么说的不滑 在 大家认为 它不滑就是 上去 后退 左 跟右 是不是 其实的不滑的话 在 格斗中 你如果 运用了 十大 它可以增加威力 就像刚才一样 单单 转一个身 做那个 左正前牙马 就可以把对方的力 给卸掉了 而且卸的是 非常的轻松 所以说呢 以此类推 那 加一个不滑 那不滑加上去 当你跟人格斗的时候 你 做正前牙马的时候 你打出了这个群 比如说你有五十八 可是你 再加一个不滑进去 那 它的威力就 就加了很多 但是加多少的话 我就不 这就是一能而已 所以说的不滑 不但有卸的 把对方的力给卸掉 但是 我们本身 自己加一个不滑上去 就增加了 那 充力 就是说 一种劝劲 一种 全身的 那种 向前的那种 推 推的这种 猛力 这种 充力 再加上自己 本身的 这个 这个打出去的 这个群 那威力是不是 比较更加 强大一点 这是第二种不滑的好处 第三种的不滑的 是借力 那 大家可能觉得怎么借 那我就 比如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别人托你的手 比如说你守别人 去托你的手 你是不是要 这个脚要上去 这个要出一个脚上去 借力 就是借他这个手托的力 我们这个绳子 一个上去 然后呢 这个脚啊 脱的脚 我们脚到后面 是不是 手 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力 就可以借他的力 来打他 这叫做借力打力 所以说还有 很多种 很多种这种 巧劲 都是 用 这个 走位 不滑 来完成 那里 那里 不管是 推 进 側 側 左边跟右边 都会 起到明显的效果 在这里 的话 在这些啊 才疏学前 就是说 想尽一份 博力 也想把自己一些 自己的一些 理念 跟那个 自己所 所学的一些知识的 来分享给大家 当然 如果有 分享的 什么 教的不好的话 请大家 多多指教 怎么说呢 希望 大家学了之后的话 能运到 正途上面 怎么说呢 也希望 愿到 来保护自己 可以保护到别人 还是 对社会 对 能起到一个 很好的满足 谢谢大家的 支持 谢谢大家的订阅 其实呢 都一直想 教好 教好 怎样 把自己的东西去 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自己 能做得最好 当然 也在慢慢的 磨练自己 视频 什么的 希望 讲话 能够顺畅一点 好 那我 最后的话 我还是 那句话 我 育头地 我一定会 尽心尽力的 把自己 所有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自己 琢磨的 一个 一句话 就是说 念功 不念绝 早晚 要流血 应该是这样的 好 今天就分享在这里 下一节的话 我就 就 再讲 布华 一些 几节 再讲几节 这个关于布华 这个 那大家 就是说 如鱼得水 灵活的 灵活的 应用它 可以 更好的 花灰 你自己的 所长 我在这里 还是 那句话 我 不会 教大家 或者分享 固定的 一些 手法 我只是 提供 几种 我自己 喜欢的 手法 提供给你们 你们可以 花灰 或者说 加自己的一些 所学的东西 把它加进去 然后的话 来 创造出你自己 更好的打法 更好的 一些 一些没人知道的 那些绝招 来 不同的打法 所以说 我从来不打超高 也 也没有说是讲什么 反正 讲错了 讲对了 希望大家 多多包涵 OK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